《二十大常委,滿刊全責,贏麻木啦!》 還說紛紜的中共二十大常委的名單, 北京時間10月23日12點最終出落, 習近平、李強、趙樂際、王滬寧、蔡齊、丁攝祥、李希。 除了王滬寧這四朝元老,搞不清楚是誰的人外, 其餘五人都被認為是習近平的親信, 所以這個局面被網友笑稱滿看全責,都是習近平的小弟。 今天的整個記者見面會上,習近平表情輕鬆略大得意, 可能這個結果他非常滿意,這是徹底定於一尊。 什麼改革派、市場派、太子黨、團派、爭光全無了。 外界普遍認為,在共產黨你死我活的鬥爭傳統寫入黨章後, 新一輪的清洗可能會開始。 22日胡錦濤被帶走的場景,就是為習近平今後的日子定下座基調, 主席被你們打過樣子,什麼叫鬥爭?作為退休的太上皇, 在會場上,當著全體人員和數不清的攝像機面前, 被襲的秘書和保鏢從椅上架起來,走出會場。 這樣對待前總書記,當眾羞辱實在是古今中外之小見。 旁邊的栗戰書插漢,後面的王滬寧且衣服示意, 而另一則的李克強,面目表情,彷彿好像木頭人。 再加上今天新出爐的常委和習近平的表情, 被海外一直熱傳的習下理想謠言全面瓦解。 習近平是贏了,真是贏到麻木了。 作為閒です。 作為閒的動作、郊子, 在目前為例如, 王滅的使用法 who使用法實施下。 卻又可以改成稱後不用 Appe,